文明好 市長好 我想今天想要跟您詢問一個最新的狀況 您看到投影片的部分 這是我們今天在11點的時候 接到我們的高炳業者還有物流業者來的訊息 他說呢 台灣這個兩岸物流的業者通知我們的高炳業說 今天接到海關 大陸海關 大陸海關的通知說 這個星期開始呢 鳳梨製品像是鳳梨酥 只要成分有含鳳梨的一概都不收 那我們也確實去跟物流業者詢問 他說現在目前是大陸的海關口頭先做了通知 但是呢 現在還沒有全部的一些正式的通知 我想先請教一下次長有沒有掌握到這個消息呀 最新的 我們儘快去瞭解好不好 好儘快去瞭解 因為這個很重要的是為什麼 兩岸物流呢 其實現在目前兩個渠道 一個是正茂 一個是小三通 現在呢小三通 是我們鳳梨酥相關的業者 其實這種生鮮的食品 這些生鮮食品 他們一定是要走小三通 因為它的時間上比較快速 如果從正茂來講的話 抽驗就會被拖一個月 所以我想這個事情非常的嚴重 希望次長 如果還沒有掌握的話 可能在情報蒐集能力上面也要再加強 因為我們上一次看到鳳梨被大陸禁運的這件事情 2019年大陸 我們先用2019年的數字來看 鳳梨出到大陸的產值是14.5億 現在鳳梨酥 鳳梨酥在2019年呢 如果是高炳類的話 大概是30億喔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真的知識體大 如果次長還沒有掌握到的話 麻煩請儘快喔 請您的部會的團隊趕快儘快去了解 那再來想要問一下 2月27號的時候 其實我們回頭去看 在大陸的媒體這個今日頭條上面 就已經有揭露說 其實鳳梨呢 這個進鳳梨之後 大陸後面還有招 2月27號喔 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那我想這個新聞 也許您沒有看到或您有看到我不知道 但是裡面其實寫得更加驚悚 是除了進鳳梨酥之外喔 進鳳梨酥現在預測已經成功了 現在除了進鳳梨酥之外 他們說下一步有可能會禁止 包含台灣的香腸 還有其他含有豬肉跟豬油的食品 那我想次長應該也了解 想先請教一下 這個部分您掌握 會影響到台灣多少 糕餅業者跟豬肉業者 您影響到會多大的一個層面 我想說 中國大陸針對這個貿易 有一些不正常的貿易手段的做法 那當然政府是不樂見 也覺得這是不合理的做法 那我是覺得包含向委員 如果我們一起關心這樣子的問題 這樣的做法應該被譴責才對 是 所以經濟部對於如果接下來 真的鳳梨酥 因為現在還只是海關先口頭通知說 這一週都不可以出貨了 那接下來經濟部應該怎麼做 就是他禁止的具體理由是什麼 他的理由說因為台灣的鳳梨酥含有豬油 豬油是有可能有美國的萊克多巴胺 他們有告訴這個業者這個理由 所以您如果對於這樣的理由 您會接下來採取什麼樣的措施 台灣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萊豬的進口 這是無論如何 現在進口我們統計上面看到的狀況是如此 那我覺得這是第一 第二 所有的貿易 其實你比方說這些食品 是不是應該要通過一個合理的檢驗標準 否則這裡面有太多的 就不是一般正常的貿易手段 我覺得這個對兩岸的關係 並不是一件好事 好所以現在如果說大陸已經開始在做這樣的事情 我希望齁 因為這個其實2月27號就已經在預告了 我想真的是需要 經濟部真的我們需要在這個方面 再多一些情報線 你至少知道一下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而不是今天他們這樣很緊張的來問我們 然後欸怎麼好像經濟部是完全一無所知 我想這個是希望經濟部趕快喔 現在趕快動起來 先來了解一下這個訊息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這個我們也查證過 他們看起來真的在小三通的部分 現在是在某些關口是已經不收鳳梨酥了 好我這個部分 我當然會請我們同仁緊述了解跟掌握狀況 好謝謝次長 麻煩一下我們真的是 在台灣已經在這個地方 已經在鳳梨遇到一些阻礙了 那我們台灣人已經吃了很多鳳梨酥了 現在鳳梨了 那現在難道又要發起吃鳳梨酥運動嗎 我想這應該是沒有辦法 每個人都只有一個胃啦 所以拜託經濟部趕快來種起來 謝謝 好謝謝主席 好謝謝 謝謝